以腺炎是一个临床上的急症 通常病人一般都是暴饮暴食 或者吃一些比较特殊的油腻的食品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比如说大量的饮酒 诱发了它原有的胆囊炎胆结石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剧烈的上腹部的疼痛 伴有恶心呕吐 那么一线炎它可以轻可以重 一线炎的诊断一般是需要实验室检查的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一线炎从症状上 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急性胃炎 还是一个急性的一线炎 还是一个急性的甚至比如说胆囊炎 这个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 像怀疑有一线炎的患者 一定要查血尿淀粉酶 尤其是血淀粉酶 如果要是身高比较多 比如正常的三倍以上 我们基本上可以诊断一线炎 然后一线炎可以通过做B超或者CT 来看它一线炎症的程度 比如说是轻型的一线炎还是一个重症的一线炎 那么这两个病治疗的方法 愈后都是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